女生的同性 女生的同性 下一個問題是 她的先生不姓祖 是個美國人 太太認為孩子要學習的時候 家長即使在不同的房間 也最好不要再看電視 做版樣學習 請問現在這種情形 要怎麼處理她 那我是覺得 夫妻同性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說 父母對子女的愛都是一樣 那我覺得說 父母都知道要怎麼帶領她的孩子 所以我覺得說不管性不性主 至少要兩個一起溝通 那太太跟先生溝通的態度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跟她溝通的態度 就代表你是彰顯神的榮耀 那你講話有屬名的權柄 那你跟她溝通一下 你就說我們覺得 我覺得孩子 這時候 你最好不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希望你父親 給他一些什麼樣的教導 那就是要有很委婉 很柔和的態度去講 這個是最重要的 然後慢慢的講 然後在這個 氣氛很好的情形下講 然後 我想她一定會聽的啦 一定會聽的 然後有時候你可以跟她講說 你是爸爸 你在這方面是這麼強 你為什麼不去 教導你的孩子呢 那她突然覺得說她在家裡 有一個 leadership 的感覺 她會更高興 不管她是做什麼 她一定有一些東西 可以教孩子 所以一個做媽媽的就是 一個 leader 親情領袖 這個 leader 就是要把人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 你要用一個神給你的很溫和的態度 把每一個人的潛能都發揮出來 就給他們鼓勵 給他們講賞 這不只是包括你的孩子 也是包括你的先生 所以很多太太 不大給先生 講好話講鼓勵的 那當然可能日盡月累的 越看越不順眼 所以就講不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我親身的經歷我知道 所以你就是要想辦法跟神親近 求神給你一個喜悅的心 一個稱讚人的嘴 很多時候的確我們夫妻 希望是同心同行同步 可是很多時候有出入不同 肯定都有 無論就是都是基督徒的還是 更是如果對方不是基督徒 更不一樣 更難 可是也像蔣明老師說的 我們要先從自己開始 求神幫助我們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說的 先跟神的關係我們要對齊 然後先管好自己 然後才去管理其他的人事務 是不容易 可是神要給我們足夠的恩典 祂會的 祂也應許了給我們夠用的恩典 所以在講話上 態度上那個智慧是很重要的 就像蔣明老師說的 我呢幾十年來 35年的婚姻到今天現在 疫情還繼續操練 怎麼很會鼓勵我的先生 怎麼去把他的優勢 大大的誇張鼓勵肯定 感激 當然是誠心的 也很坦誠的 所以當先生有一段 小小的 做著剛剛賈明老師說的 真的願意陪孩子 還是少看一些電視還是什麼的 馬上要鼓勵他 謝謝你 願意跟孩子用這時間 要 catch them do right 就像我們教孩子一樣 對其他人你都是 當他有一絲毫的 往正方面去的 你就肯定他 用很坦誠跟很真實的 來鼓勵他們 我們的言行態度 真的是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就常要學習 溝通的技能 為對方禱告 為自己禱告 為孩子禱告 我們這個家庭來禱告 讓我們怎麼先有一個好的榜樣 然後不是唠叨 批評 訊話 我知道很容易我們會 陷入這樣一個肉體 一個的回應當中 求主幫助我們 掃開親口 多說親話 有看到一絲毫的 正面的 謝謝 鼓勵肯定